Great Five Bee Story 新加坡美食野餐会 Part Two 星期天 Jack和朋友们来到植物园 他们带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Farid带了辣辣的咖喱牛肉 Max带了有名的鸡饭 Sara带了进口的榴莲 Sidney带了辣椒螃蟹 Suzu, Abby, Nicholas和Sophia刚刚来新加坡 他们带了热狗,炸鸡块,披萨饼和寿司 Jack说,今天的野餐有很多选择 大家可以尝一尝 Suzu说,我听说新加坡的食物都是进口的 Jack说,虽然新加坡的食物是进口的 但是很新鲜 Suzu尝一尝榴莲说,榴莲闻起来臭臭的 虽然吃起来甜甜的,但是味道很奇怪 她不喜欢吃 Sophia尝一尝辣椒螃蟹说 辣椒螃蟹看起来很好吃 吃起来辣辣的 Abby尝一尝鸡饭说 鸡饭闻起来香香的,吃起来淡淡的 Niklas听说 新加坡的食物又有名又健康 她都要尝一尝 她吃了很多很多的咖喱牛肉 鸡饭、榴莲和辣椒螃蟹 她说 新加坡的食物太好吃了 她太开心了 Farid、Max、Sarah和Sidney吃了热狗 炸鸡块、披萨饼和寿司 Niklas突然肚子很痛 她去了十次厕所 她拉肚子了 Farid说 Niklas是食物中毒了 Max说 Niklas是吃太多了 植物园太热了 食物坏了 Sidney说 虽然新加坡的食物又好吃又健康 但是不能吃太多 吃太多就不健康了 Sarah说 你们说太多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我们要快打电话 995 继续 起来 字幕 炙子